Buzzle Wild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谭剑刺 你觉得大家心中你的人设是不是这样的 有人会觉得我很憨 有人觉得我又那种叫什么 屁帅 让我们来看看谭剑刺的屁帅 然后我总结了一下 这两个加起来人家是憨皮 对我来讲骂人 我觉得大家就是你的粉丝 最有可能是因为你的一个身上特点有可能 角色或者是舞台吧 对 但也不一定 前两天直播的时候 好像挺傻屌的 然后他们就还挺喜欢 你觉得就是全身你自己最难见的吗 眼睛 我会不会刚刚知道你就是我的 这样很刻意的这种 我觉得就很难杀 一般都是不经意间的杀 我觉得是杀的 谭老师教你不经意间的杀 谭老师教你不经意间的杀 一半一半吧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天赋 都是要靠努力去 去想给他镀金的 光有天赋是不行的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给人家期待的吗 会在追光霸哥哥这个舞台 会有很多表演 公演送给大家 因为也知道大家一起来 都期待我回归舞台 期待了很久 然后也算有几年的时间了吧 这次好好的回归一下 然后让大家感受一下我的舞台 我觉得演戏和唱跳 哪个更得心一手 目前对我来说可能是演戏 因为扩别舞台挺长时间了 再回到舞台 其实会有一些些陌生 有一些些 没有以前那么从容 现在可能会是演戏 更得心一手一点 但是我相信 我觉得这次 通过这次 在追光霸哥哥这个舞台 一直这么录制和训练的话 我相信很快我就会找回以前的感觉 能够比较不敏的 在追光霸哥哥中的出舞台 可圈可点吧 对 因为这首歌也是跟朋友一起制作的 然后中音在编曲的 然后包括舞台设计 都是也有自己的分析 和自己的下廊的风格 和一种自己的定位 然后相对而言我觉得 还是对比以前的我来说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所以我觉得是可圈可点 想要可以成团的话 成团之后你觉得自己会有什么担当 我认为我自己应该是C位担当吧 哈哈哈哈 看一下看条 我觉得C位 这个可以想一想啊 就是 应该是 我是多功能担当 我一直在所强调这个问题 在组合里面 有什么话想要记得粉丝要说吗 嗯 我想跟粉丝们说的话太多了 嗯 尤其这一两年 我觉得 转型做演员以后吧 会有一些新的人认识我 然后有一些那个 陪伴了我很多年的粉丝朋友 然后 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我们可以相亲相爱一家人 然后一起努力往前走 然后也希望新的一年 未来每一年 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 心心健健康康 嗯 我现在有小孩子 就是今天做太重要了 好久不见 这太简单了吧 我是中华小曲库 这不是抖音的那个吗 不知道 但我前两天还录了这个抖音 这什么歌 哎呀 怎么这么熟啊 这首歌 陈奕迅的是吧 李永浩的 叫什么来着 忘了 你什么戒烟 还有叫什么 麻雀 没听过 好像是抖音上听过 不知道 这是一首英文歌吗 不知道 完了 我是中华小曲库 我是中华老曲库 我才比较可能对老歌给你比较熟悉一点 对老歌给你比较熟悉一点 就是中华年这个主题给粉丝们唱一句歌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会带着笑脸 回首寒暖 对你说一句 只是说一句 只是说一句 好久不见 是中华的声音 就是中华的声音 感谢观看